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看那个有个书就是叫艺术的故事 然后从中那些收获吧 然后我就谈一下这个自己创作的这个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节点 对 就首先这个书艺术的故事其实就是相当于一个这个作者 然后他写的关于他看过很多这个话以后 他从中总结出来的很多规律性的一些东西 每一个话到底背后意味着什么意思 想要传递出什么样的这个情绪或者有什么样的逻辑 这个我觉得是比较关键的点 然后就举一个例子 看我那个就用这个是那个之前从家里带的这个 就是这个是那个反弹琵琶 那个相当于那个敦花里面那个墨高窟的壁画 就那个东西的话他其实他这个在整个这个画的一个创作过程中 有这么我觉得三点是非常重要的 三点然后哪三点呢 就是第一点就是说要知道你这个画到底是想要变得真实 还是说想要想象的成分多一些 或者说真实想就真实的成分多一些 还是想象的成分多一些 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差异 就为什么呢 就是说大部分人很多时候就是我们经常说 一个画画的好不好 其实简单的评价就是说 这个画像不像某一个他具体的对应的一个实物 然后我们是用这样的一个方法来思考这个创作过程 但实际上这样一个创作过程的话 在绘画里面的话并不是唯一的一条路 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些时候你看有些艺术作品 几个块呀什么这些完全看不懂 对吧 这个其实就是因为他其实是有一些在那个高度的一些抽象 所以说这个有的时候还会加入一些想象的成分 而且即便是抽象也不一定就是他就是他不是真实的 而是说在一些抽象层面上他其实是真实反应 这个就分好多种情况 然后就举个例子来说的话 就比方说很像比方说像那个埃及 就是古埃及的一些那种壁画 其实他很多那个比例是非常的讲究的 所以你看着好像他画的东西没有什么 但实际上他的那些人物的一些比例啊什么的 是就相互这个关系是非常的精准的 这个是一点比较有意思的 其次就是再举个例子就是像我们之前讲到那种像这种立体主义 他那种画他其实他那个画的话都是在从一幅画里面 然后去呈现不同的角度的 但是他都很多其实会使用一些真实的一些具体的比例啊 或者一些项目 只不过他在拼的时候是选了不同的比例 或者不同的模块来把它拼在一起 这个就是他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特点 然后再说到这个这个是第一点 就是说你到底是想要一个东西真实一些 还是想要一个想象的成分多一些 或者说想象的这个怎么样去权衡 怎么样去说这个地方真实 然后那个地方想象等等 这个所有的其实很多创作都是基于类似的这个道理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第一点最重要的一个规则 或者说需要思考的一个东西 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我以前讲过那种叫分而置之的这种方法 什么叫分而置之的方法 就是说你如果把一个画 一个很大的一个画 然后你其实你可以把它拆分成非常小的一个一笔一笔 对吧 就是说你要画一个画你总总有个笔 对吧 那你用这个笔去画画的时候 那么这个笔它的一个大小 比方说笔间的一个大小 那实际上就决定了你一次能画多少 然后所谓的什么油画 然后其实你看它能不能在画的时候 也会存在就是说 这个笔到底是用大一点的笔还是小一些笔 然后这些小的笔又要多小对吧 这个其实很多时候这个尺度是不一样的 但是它的核心点就是说你一个画都是一笔一笔这样画出来的 所以其实它本质上是一种分而置之的这个方法 以前我也讲过这个东西 就是说它把一个它要画的一个东西 然后它通过一笔一笔 然后这样的一个小的模块来画出来 然后这个它重要点在哪里呢 就是我觉得这个规则它重要点就在于 你通过这个方式 你就可以知道说每一笔画的时候到底其实一个画家想的时候就是每一笔这个画下去 它到底是要画一个什么东西 或者在这一笔是用什么颜色 比方说或者说在画的时候是轻重 对吧 这个都是常见的一些主要的思考的一些点 然后所有的画家其实练的就是练的是这些怎么去 比方说用什么样用笔呀 或者说甚至说像那个书法 其实也是 就是说这个下笔 然后用什么样的轨迹来走 然后接着轻重 还有用粗细的笔都不一样 所以这个其实说到本账就是一种分而置之的一种方法 然后这个就是第二点我觉得非常重要 第三点就是说要注意的是 一个画作最后你想要传递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绪 它是一种悲伤的情绪呢 还是说一种比方说快乐的情绪 等等这个情绪的这个传递 其实是一个画作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这也是其实很多艺术品 有些所谓高雅的艺术品 那么它可能传递的就是一种这种比较细致的 或者细微的这种情感 然后这种需要你一个更敏感的人去看 然后你就可以得到一些更多的这种收获 然后反过来的话有一些就是更直白 比如说好呀或者不好呀 或者什么样的情绪 比方说欢乐的情绪就非常的直白 然后你一看马上任何一个人看 马上就知道什么意思 那这种直白的这种情绪的话 就是另外一个风格 所以说实际上就相当于你是用那种直白的情绪 方式去传递 还是说是用这种比较含蓄或者模糊的方式去传递 然后说这三点的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我只要想说的就是 其实在一个画 在这个或者说这样一种创作的过程中 这三个维度我觉得就是其实是最重要的三个维度 只要把这三个维度做好 那么你就其实可以自己画画 就之前不是说到什么 是不是要采购一个画呀 什么之类的这个问题 我觉得其实你不用非要去采购一个画 而是可以自己去画 对就我觉得其实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理论上来说 就是达到最高的这种定制的水平 所以这样的话 其实从这个过程中 而且也能获得很多心灵的这个 心灵的这种成长吧 我觉得这个其实画画是一个很好的 一种心灵成长的方式 就怎么理解这个画呢 或者刚刚说的这个 什么叫心灵成长的一个方式 其实画画的话就是相当于和写作 还有这些或者说甚至说做视频等等 这些东西创作过程 它其实都一样 就是说你尤其是所谓心灵成长 就是说你比方说之前我看有一个画家 当时他说的他就是说他对什么东西不满 或者他觉得这个生活缺什么了 他就画一个那个东西 对所以说他在他的画作里 其实就把他生活中有一些觉得不够 或者说不是很满意的地方 他就完全可以画在画里面 然后这样的话 他就可以其实这样 相当于和他自己的大脑 就是做了这种互动的过程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的话 他就是我缺了什么我就画什么 然后这样的话 从这个过程中 他就能得到和大家只有满足 然后实际上这个只要是 这个不是说好像只有这个专业的艺术家才能做这件事情 其实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做 只不过就是说 以前讲过就是有些人可能敏感一些 有些人不是特别敏感 我觉得对于敏感这个人群来讲的话 在这个人群里面可能直接的用这种 不管是写作 还有就是画画等等 这种各种形式这种创作 你都可以从中其实获得很大的那种满足感 这个具体原因就是刚刚说的 你写一些东西的时候 你其实已经在调动你那个大脑的 那个想象的那个模块 就想象那个维度 就以前大脑那个分层的时候 其实很多想象的话 它就是在建立在这个 我觉得是在二层和三层之间 对就看你想什么东西 然后在这个状态下面的话 你可以用你的一些相当于三层 就是说这个人最后进化出来这一层 然后用这个东西去驱动第二层 去想一些东西 想出来以后 然后你把它画下来 然后你说你想要什么样的感觉 你就随意的去按照自己的那种想法 而且一开始的时候这个过程就是说一开始的时候你画画的时候不要去好像要求太多的东西 或者说就想说好像一下要画成什么样 甚至还会有很多这个画好的还是不好的等等这些想法 那实际上那些都是完全没有必要 其实就是你自己心里想的什么东西 然后就往上就画就好了 而且这个过程中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操作的这个实际这个过程 只要有这个过程以后 你再把你的心里的这个想法再慢慢在纸上随便反映出来的时候 就可以从中越画越会知道其实你可能喜欢什么样东西 这样的话就是可以更加的了解自己的一些信源的一些想法 比方说你是想画就以前讲过是画那种真实一些的还是说画一些这种抽象一些的这些东西 或者说想象一些东西 所以这个其实都是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这个想法来 然后也可以从一些简单的线条 然后一笔一笔 然后一个一个点的去想 好不要说好像说啊 一想到一个东西 因为平常就刚 这其实刚说的第二点 就是平常一般一个人看到一个画的时候就马上觉得啊 好难画呀 或者等等之类的 但实际上你只要想到它其实就是 比方说很多笔就造成就跟写字一样 你它都是一笔一画这样弄出来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就是从这个角度出发就可以 尤其是你画就是一点点就画 画多了以后 你马上就会对所谓的这些色彩啊 还有以及这种形状啊 或者造型啊 还有是人啊 动物啊 还有等等这些东西都会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认识 而且在这个认识的这个基础上的时候 你其实最后就我觉得就是不用去 就是再去说买购买什么画 其实自己画就可以了 而且也不用急 就是说你比方说这个画 我今天就画一笔 对吧 这个就是以前分而知之思想的这种体现 我就今天就画一笔 然后我明天再画一笔 不用说一天 还有画一个很复杂的画出来等等之类的 因为这样的话就是其实就就是拧巴了 就我以前讲过这种拧巴这个概念 所以说你就一点一点画 其实这件事情同样这个道理的什么做事呀 生活什么都可以用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有意思 而且好玩的一件事情 你可以我觉得你可以试一试 就是通过这样子 然后一点一点的去画一个东西 然后就去买买那种纸就好了 然后可以一点点画 然后这个就是我今天想分享的 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点 因为这本书就是 其实像这个就是艺术的故事这本书 我指的是英国的那个作家写的 这个因为还有一个 这个另外一个荷兰的一个人写的 我说的是英国的这本 对这个里边的话就分析了很多话 为什么要这样画 其实像这样的书 其实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去看一下 对就是我觉得这个书的话 因为国内有卖的 所以这个东西 去可以去看一下这样的书 然后从中还学习一下 这个怎么去画这些东西 然后慢慢最后 很多这种鉴赏的能力呀 还有这些东西你都 因为你自己有在创作 你会知道下笔 这一笔要怎么写 或者怎么画 那接着你就会形成自己的一种 很强的那种 鉴赏能力 然后每一种颜色最后给你的是什么样的感觉 然后就说比如说蓝色呀红色呀黄色呀这些颜色 或者绿色哪一个颜色你会感觉更舒服 然后哪一些颜色是你觉得不舒服 但是它非常真实 这个都是就是刚回到这刚前的那几点 这些都就是你通过自己的这种创作就可以把这些感觉慢慢都锻炼起来 而且我觉得这个基本上我觉得我们家人都还是有偏敏感吧 就是说可以通过做这些事情 然后来找出来里边的这些脉络 然后找到这些脉络以后 接着你就可以从中再深发 然后就会 我觉得会创造出很多很有意思的东西出来 对这个就是我今天想分享的 好就说这么多好了 拜拜